佳奕阿里山国家公园 佳奕阿里山国家公园最近增添了一个新的秘境 是我们土匪山生态园区 今天记者婷婷带大家一起去现场看看 佳奕阿里山是台湾著名观光景点 每年吸引大批海内外游客前来 最近阿里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投入1亿3000万的经费 将阿里山公路附近帆路乡工兴社区的土匪山生态园区 打造成丰富生态跟特殊地形的新秘境 让游客享受悠闲漫游跟公仔国鸟蓝富贤打卡拍照 来天走步道欣赏满山游童花 观赏许多虫鱼鸟兽 晚上还有萤火虫荧光闪闪的美景 我们现在游童花开 我们日常看游童花 会不会有萤火虫 那我们萤火虫 我们园区也有专业的导览 导览师傅 那可以先在线上报名 土匪山生态园区海拔800多公尺 就位在阿里山公路47.4公里处 园区有景观树屋 观景平台 步道 平民休憩区 游客中心 卖店 公厕 凉亭 小火车等设施 还有美味的阿里山高山茶 野生爱玉山粉圆 山猪肉跟香肠 园区内也有新鲜蔬菜水果跟农特产 走一趟土匪山生态园区秘境 保证你欢乐满足 轻松又快乐 感觉怎样 我像这里高度800个 所以天气凉快 我好像很好 空气也好 所以我舒服的感觉 土匪山公新生态园区 总经理蔡慧英说 生态园区5月下旬正式开张 提供餐饮服务 农特产品贩售 明察休憩区及导入生态导览游城 还有萤火虫 油铜花 樱花 梨子树等林业生态 一定会成为阿里山观光旅游的新亮点 记者 吴瑞欣 黄怡婷 陈文旭 嘉义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